诗篇第136篇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是良善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称谢那独行大骑士的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称谢那用智慧造成诸天的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称谢那铺张大地在水上的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称谢那造成大光的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太阳管白昼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月亮和星星管黑夜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称谢那击杀埃及所有投生的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人 从他们中间出来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绑壁 领他们出来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称谢那分开红海的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人从海中经过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把法老和他的军兵 都抖落在红海里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称谢那引导自己的子民 走过旷野的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杀戮了强盛的君王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杀了亚摩利王西红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杀了巴山王鄂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把他们的地 赐给了自己的子民做产业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把他们的地 赐给他的仆人以色列做产业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在我们卑微的时候 顾念我们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救我们脱离了敌人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把粮食赐给全人类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把粮食赐给给他